你慢点脱呀 我不想一丝也给你吃完 我想分两口 哈喽大家好 这是看过的人吃过 我是张希希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 韩式鸡爪大酱汤 然后还有我自己捏的饭团 这个一个米一个大 现在被隔离的第十天 我准备对这些鸡爪下手了 这个东西啊 就这个鸡爪月销2000万 我今天准备用它这三个口味 做一个韩式鸡爪 开带就能吃了 这个做起来就简单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熟的嘛 哇 好棒 看一个点赞的手 看到没有 看了 看看 这个是虎皮的 我的天啊 好好吃 它本来有会咸 没有 不咸 我做的时候不会也没有放盐 只放酵 好吃 这个鸡爪子真的是很大一个呀 比我的爪子都要大 有没有 没有觉得 真的 它这个虎皮的太好吃了 上面全是虎皮 我相信一鸡不择死了 我们家能遮的都被我干的差不多了 有没有这个鸡爪看着就想流口水 好夸我 比鸡爪宝都香 可能因为它这个鸡爪本来就是鲜了不后炸的原因 你们知道吧 所以极其的入味 极其的香 自己也吃得吃 这么吃 东西呢 肉呢 一米就没有了 就王小鲁鸡爪活了很久了 昨天说活了很久了 这已经出现在各个各大平台的各个地方了 爱上了呀 满满的椒银蛋 没看到了吗 吃什么补什么 吃什么补什么 谁说我没有正乳哪来的副乳 我记得有一次大幕夸我来说 西西好受啊 西西都没有副乳 然后后面大幕就紧跟着飘了一个 正乳都没有何来副乳 我只想垂死你 真不会说话 天哪 真好肥哦 这鸡爪真的很肥 真的很肥 对哦 你看它这个鸡爪子那个指甲都是去掉的 还挺讲究的有没有 就是它这个因为本来就是熟的嘛 所以我大概收了个汁就好了 嗯 就差一个本来的 吃一下 它这个本来也是这种单独包装的 嗯 这样子 本来的 卤味 味道更重一点 更好吃一点 都会是 那我度过要更趴一点